馬來西亞現在當然很希望能夠跟中國大陸持續的好好的發展 但是美國現在可是拉著日本要緊緊的抓住 不是只有掌握菲律賓 還希望東盟的國家包括像馬來西亞這樣的國家 也能夠站在美國的這一邊 可是看到馬來西亞的高官卻也到了中國大陸訪問 我覺得應該先談一下日本跟馬來西亞的關係 因為我想觀眾朋友也很清楚 基本上面來講日本他是馬來西亞的第四大的這個貿易國 所以他的另外的直接投資的部分 甚至日本投資這個馬來西亞 他是他的前三 前三 所以簡單來講日本在跟馬來西亞之間的 不管是投資行為也好 或者貿易行為也好 對馬來西亞來講他是非常重要 所以美國其實他也看上這一點 他要能夠對馬來西亞有所影響的話 他勢必透過日本的一個方式 他是比較快的 為什麼 因為日本對於馬來西亞的投資 他是長久以來的 他並不是一個空談 那這次去的時候 從馬來西亞的角度上面來講 他其實也是有他的目的 因為安華曾經 大家曾經指責過 他說他是親中的 可是他也非常明確的告訴這個 不僅僅是他的國人 他告訴全球說 站在他的立場來講 誰對他最重要 國家利益跟人民的利益 對他來講 所以當他在做任何的 不管是外交也好其他的決策的時候 他的首要的考量 都是對於國家的利益跟人民的利益 那我們看到日本跟馬來西亞之間的關係 尤其在現在我們講 AI世代的來臨 數位經濟很重要 我們講說氣候變遷 所以我們講說能源政策也很重要 然後大家知道在半導體業裡面 日本是掌控半導體的化學原料的一個 掌控的一個地位 所以從馬來西亞的角度上面來講 他當然希望能夠透過跟日本之間的持續的 不管是貿易也好投資也好 他能夠繼續的升級的話 對他國內的一個發展才是有利 可是觀眾朋友與此同時 我想大家也很清楚 美國他希望透過這個 不管我們講日本也好 菲律賓也好 他去拉一個這個防衛線來防堵中國大陸 其實他這也不是他第一次 那大家記不記得在原來的時候 他也希望歐盟能夠跟中國大陸 能夠透過歐盟能夠抵制中國大陸 可是我們那時候看到德國 他是第一個出來 他講的就是說 因為美國後來他也因為歐盟的態度 他去修正他的政策 原來他喊的是說 Decoupling 就是這個脫鉤 然後後來歐盟出來講的就是說 以現在目前的整個國際的一個局勢 事實上面來講 歐盟不可能跟中國大陸脫鉤 觀眾朋友如果看到前一陣子 習近平總書記他去訪這個歐盟 歐洲大陸的時候 包括法國也好 其他的他受到當地的一個歡迎的 這個大家就能夠感受到那個氛圍 就是說歐盟的這些國家 為什麼他當初美國要求他要來做 這個Decoupling的時候 他拒絕的原因 因為他們也是站在國家的利益 跟人民的利益 所以那個時候 美國的國務卿還在很多的這個場合 裡面包括這個conference 他有解釋說不不不 我們並沒有講Decoupling 你誤會了 其實我們講的是de-risking 我們要降低這樣的一個風險 好 那回到我們今天 剛剛疫情問的這個主題 站在馬來西亞的立場來講 他是不是也是這樣 他除了我覺得安華蠻聰明的 第一個他知道在AI的事件裡面 現在其實最領先的 其實是美國跟中國大陸 歐盟他其實已經認為說 美國跟中國大陸是超前他們的 所以他希望他也知道說 AI世紀的來臨 將來誰掌控AI 誰就是坐在那個宴席上面的 坐著享用的人 所以大家在這個時間點 最希望的就是說 我要變成這個 在這個AI的宴席上面的 其中的一份子 我不要當成 當你不能夠掌控AI的時候 你就變成那個ditch 變成那個餐桌上面那個 那你看到賴清德知不知道 賴清德知道 因為賴清德的新內閣 也把AI喊出來 只是大家認為他的AI 不是真正的這個 大家平常Commonology上面的AI 他有他另外的英文字母的 這個含義存在 但是我回到這點講 AI不是用喊的 AI是要用你的行動去做的 我們看到了 連這個馬來西亞也好 他都能夠掌控這個先機 他知道他錢的部分 他的能源的部分 他的電子的機械 你看到他這次去 他希望能夠拿到十億 十四億美元的 這些的這個投資能夠進來 他目的是什麼 他目的是這些的外來的投資 能夠協助他建設馬來西亞 各自都有各自的盤算 但是以我們的立場來講 我們除了就希望我們的賴政府 能夠借鏡這些的友邦 以國家跟人民的利益為前提之外 不要再口號治國了 因為光是講一個 你就看我們的這個科技公司 他掛出來一個AI 可是他實際上面沒有AI的產品的話 他大概短時間之內 他能夠騙人 但長時間大家知道他是空的之後 他也就整個就垮了 對 確實是這樣子 可是你看這個波及 我們剛剛聽到這個 規模委員在分析 就是一定是要把國家利益 放在第一位 其實呢 不要說是馬來西亞的安華了 最近當然我們也看到了 就是新加坡的黃巡才 在接任的總領呢 他也是嚴正的表態 也就是說呢 其實在面對未來要怎麼樣 為新加坡掌舵 其實這個方向怎麼走 當然就是要以新加坡的國家利益 作為第一考量 所以呢 不要逼我選邊站 不論是中還是美 總而言之 我選的就是新加坡 如同安華 我選的當然是馬來西亞 他們的利益最重要 但是呢 那現在菲律賓 菲律賓總統小馬可 是真的也是這樣想的嗎 那但是他真的是在 為他們的利益來考量嗎 菲律賓現在目前呢 都說跟美國合作就對了 跟日本合作就對了 但是呢 就非得要跟中國大陸 站在對立的立場嗎 所以現在呢 乖乖的就聽菲律賓 這個你看跟美國 聽著美國說 要訓練你菲律賓人 操作核子發電廠 也就配合了 然後呢 日本跟美國說 我可以協助你發展 旅送經濟走廊 然後也開始配合了 但是呢 怎麼好像就少了 跟中國大陸的合作 也無所謂了呢 然後還有 除了菲律賓之外 我們看到 菲律賓總統小馬可 是還出席了 印太商業論壇 我們看到美國派了康達 然後再來還有就是 現在呢 當然這個裡面 有很多的一些科技的討論 科技的合作 小馬可是在這邊 似乎也認為 他做的事情 都是對的 可是 但是人家知道要平衡 為什麼菲律賓就是不能 菲律賓原本是美國的這個 就是叫附庸 附庸 他不可能脫離美國的這個影響力 那甚至他現在的總統 某某程度上 如果跟美國沒有保持良好的關係 可能會被弄下來 所以他們有他們獨特的這個 政治文化的背景 那不過今天 我覺得每個國家都一樣 他每一個領導人都會希望自己 因為都是所謂形式上的民主國家 都會希望自己能夠為人民 爭取最多的工作機會 爭取最多的外來投資 這個是每一個國家都會這樣做 台灣也是 中國大陸也是 越南也是 馬來西亞 各個國家不會去跟 所謂的賺錢這件事情 去對抗 不會跟錢過不去 對 不會的 但是 你要賺這個錢 你得要有這個條件 比如說菲律賓剛剛提到就是 他們的能源問題 是一個大問題 菲律賓 你會說到二十一世紀了 菲律賓在亞洲 也算是資深的民主國家 在亞洲 他是很早實施民主制度的 但是他也是總統貪污 狀況很嚴重的 貪腐這個狀況 也很嚴重的一個國家 可是他們現在的到今年 都還有所謂的限電危機 他們的供電不穩定 是長期的問題 可是這個東西是結構的 那如果今天他比如說 他要招商引資 請問外商會去願意到一個 供電狀況不穩定的國家嗎 會想想看 當然 當然就不會 除非你能給我保證 比如說我到你 這一個特定的區域 你可以保證我的供電無欲 對 同樣的在台灣 過去不管是馬政府 不管是蔡政府 過去十六年 我們向外商吸引投資 最大的誘因 就是提供水跟電 都是第一個優惠的價格 第二個要給予所謂的 穩定的承諾 對 持續穩定的供電 這個是絕對 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去 說我沒有 我沒有這樣的背景 我有辦法把外資找來投資 這是不可能的 可是現在你看 那除了菲律賓 越南現在也是 越南現在這個電力 是不是也是常常不夠 跳電 頻頻會發生 所以就連我們鴻海 都到越南北部組裝廠 但是你看 自發性的必須減少三成的用電 這是他們提出來的要求 當地的官員居然要 這樣要求的話 那你覺得其他的外資 其他的廠商 都看在眼裡不是嗎 當然我覺得這關鍵是 他點名 他點名哪些廠商 他似乎是有針對性的 而且是針對台灣的廠商 那你看他為什麼不點名 美國蘋果供應鏈 有很多廠商都在越南設廠 那為什麼針對是鴻海 比如說富士康這個體系 為什麼 就是因為對台灣是不友善 越南對台灣不友善 已經不是新聞了 所以你在我的地盤 你要我穩定供電是不是 你自己先節電 那當然因為去年 越南發生了重大的缺電的事件 導致他們的這種所謂的 因為供電不穩定 導致的經濟損失 超過十四億美金 那這個對越南的招商引致 是一個重大的這個麻煩 那可是短期內 他沒有辦法快速的 把供電的結構問題改變 所以只好用什麼 我先把我不喜歡的廠商 來來來 鼓勵你節電 講得都老天啊 是鼓勵你節電 但其實是施壓了 給你壓力了 這某程度就是說 要你就節 不要拉倒 這個叫做用 好像是軟硬兼施這種感覺 可是我覺得我們的台商 也要很清楚知道 如果你到了這樣的國家 你真的會很麻煩 確實 好 來 這個將軍 所以現在在南海的部分 大家就認為說 會不會下一個這個火藥庫 也可能在這裡 那如今呢 大家說沒有啊 沒有啊 我們要在這邊 幫你好好的建設 你看有美國之外 還有日本啊 真的是這樣嗎 我認為困難度滿高的 這個旅宋經濟走廊 想要發展成功 菲律賓首先要克服三大天敵 我認為它現在為止 還沒拿不住方法 第一個 我們知道菲律賓颱風多 因為颱風就是水災 一水換得很嚴重 誰敢過去開工廠 誰敢過去投資 水災耶 那個經常我們看 那個地壓行程 就在那個南海 就在菲律賓旁邊 是 吸菲律賓海 然後直接襲擊菲律賓 所以這個是一個先天的 氣候條件比較差 對 它的島嶼又分布 這個菲律賓總共七千多個島嶼 它的國土是分開 分隔分裂的 怎麼串連在一起 你北邊的呂宋島 好像呂宋經濟走的 這個中邊的這個巴拉旺島 南邊的明達納爾島 都是大島 但是問題 其他小島總共加起來七千個 你怎麼串連 你這個交通成本非常的高 你再怎麼投資 我認為這個第一大天氣 第二個大天氣 菲律賓的火山爆發常常有 當初的美國的克拉高空軍機 就問他來撤走 那個火山會爆發 菲律賓馬尼拉市的南邊 那個地方叫做這個塔爾 塔爾火山 在疫情期間 2020年大爆發 50萬人跑掉 因為火山爆發那個不得了 那火山飛整個人會自息而死 50萬人跑掉 就在菲律賓南邊50公里 你看這馬尼拉 馬尼拉的50公里 那是就在首都下面 你這怎麼去發展 你火山有什麼意思爆發 那一次2020年 那是塔爾火山爆發的時候 還發布海嘯警報 因為火山爆那個地殼會震動 這個第二大天氣怎麼去克服 這兩個都天然條件 颱風會有水泛 地震會造成地盤不穩 那個也會造成 這方面的這種損失 第三個 人魔不章 你看 我們看跟菲律賓比較 我們看越南 因為在南海 南海的東邊是菲律賓 南海的西邊是越南 越南人口一億 一億 越南打過三場戰爭的 顛邊府把法國打跑 因為他以前法國殖民地 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七五年 二十年打越戰 你看他打越戰 你看他都在戰爭 然後一九八 一九七 一九八 一九七九年 打成 中共成越戰爭 你看他一直在打仗 結果現在越南經濟 現在GDP四千兩百塊美元 我們看 那我們現在看東邊的菲律賓 菲律賓人口也是一億 他一億一千萬 但是有一千萬是移工 在外面做費用賺錢 然後他真的 裡面的GDP才三千七百塊 比越南還慘 越南一直在打仗 你看馬上發展起來 那為什麼你菲律賓不行 貪腐 你貪腐誰敢去 你有事沒事的話是要錢 那個也要錢 那個也要錢 對 你這樣的話 那有些他資本家 那這樣我算一算之後 好像我的毛利不高 算了吧 會這個樣子 所以三大天地怎麼克服 那個颱風怎麼克服 火山爆發怎麼克服 人魔不張的貪腐怎麼克服 菲律賓以前在 我們講的剛剛是 馬克思 老馬克思的時候 那菲律賓是 除了日本之外 是亞洲最進步的國家 菲律賓 貪腐太嚴重 那這個換句話 這是三大天地要克服 才有辦法讓菲律賓的經濟 這個呂送經濟總統 要能夠成功 那這三個要克服 沒克服的話 也是空中樓閣 浮光烈影 好 跟大家說一下 這個所謂的呂送經濟走廊 日本 美國跟著菲律賓 說要一起來共同發展 合作 那麼現在只是首度磋商 最主要其實是因為 之前中國大陸已經凍結 在呂送島當地的鐵路的建設計劃 所以本來是要協助菲律賓的 可是關係搞成這樣 所以就先hold著了 按兵不動了 那菲律賓就想 那我可以找美國 我可以找日本 所以現在說美國日本共同來討論 但是現在還仍然在構想的一個階段 那麼四月份在華盛頓曾經討論過 那接下來說還要再繼續磋商 所以現在你說紙商談兵 是不是真的能夠具體的落實 還有得等 有得看 但是等一下 當然我們也要來談一談 現在目前在臺灣 我們除了一方面要關注的就是 在剛才說到了520之後 是不是要面對新的一波局面 尤其是針對兩岸的部分 那大陸方面接下來要如何來針對臺灣呢 我們先來說現在真的 是不是要準備開始要調邦交 今天我們看到一個消息是 范立岡這邊有表示 想要在中國成立常設辦公室 而一旦成真 那將會是與北京外交關係的重大升級 大陸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 在今天被問到此事也已經講了說 願意同范立岡方面共同努力 所以是不是真的有可能要中泛深化合作 並且有進一步的建交 那如此一來對臺灣來講 當然不是個好消息 所以現在臺灣方面的外交部怎麼講呢 結果一看還在說 臺泛邦儀身後正密切關注著泛中的互動 我先請教一下貴民委員 基本上對基本上面來講我覺得只要是我們那個吳釗燮 他在當擔任這個外交部長的期間 他這個斷交的這個情形呢 他是史無先例 不是從臺灣的角度 我就從全球的角度 大家都會覺得說奇怪 怎麼會有一個這樣子的一個行政官員 能夠通常任何的地方 只要你是斷交了一個國家 你一定不管你有沒有責任沒有責任 你就是擔負一個政治責任 然後你就應該下臺 可是在我們的情形呢 是完全史無先例 居然他可以一段二段三段 一直斷到八段之後 本來大家期待就是說是不是在 因為最起碼520之後 他就不是嘛 這個他前面520之前有個總職 那他總算不是我們的外交部長 那希望就是說是不是情勢能夠暫緩一點 但是我跟大家報告 就像我在其他的這個議題上面的時候 我也一再講 全球不會等臺灣 因為全球呢 他是在始終的一直往前邁進 他不會說因為有一個地方呢 他的因為他什麼樣特殊的情形 所以大家都緩下來 大家都等他一下 沒有 所以你在這個全球的這個潮流的過程當中 不盡則退 你應該對於說斷交會是一天就斷交的嗎 不是 你斷交還有你我們剛剛前面講的 不管是投資也好 經貿也好 這些他都是長期的 在過往在馬政府的時代 我們兩岸關係和緩的時候 那個時候是外交休兵的 你沒有這個一天兩頭 就是對於這個國家怎麼樣子 對岸他也沒有做這個介入 不管是有沒有介入 實際上面來講 我們可以講說每一個國家 我剛剛前面已經提到 我們現在的世代不是未來 已經進到AI的世代 我剛剛已經提到了 誰掌控AI 誰掌控全世界 所以基本上面來講 現在大家對於不管是美國也好 或者中國大陸也好 都要持續的一個就是這個 對兩邊都很親近的一個方式 都希望能夠對於這個 能夠掌控AI的這些的國家 最起碼你不要變成他的這個魚肉 你能夠跟他分享 他在過往這段時間 他的一些的這個成果 所以基本上面來講 今天講說好 在斷了九國之後 接下來會不會再斷 當然其實大家都預期是可可發生的 所以你真的要解決的問題 不是說你在短時間之內 你有任何的示好的動作 或是怎麼樣的動作的情況之下 你可以解決不能夠解決的 你應該要這個這個從最基礎的方面 去解決這問題 那就是讓兩岸的關係 能夠從這個冰凍的一個情況之下 最起碼能夠有這個互動的這個交流 讓兩岸之間的關係的合環 你說你不喜歡 你賴清德不喜歡 你不喜歡是你的事情 但最重要的是說 是不是能夠兩岸之間恢復交流 不管是陸生也好 或者是這個陸客也好 林林總總 甚至陸配也好 人家沒有要求你要給他特殊的待遇 沒有啊 你就是一個公平的合理的待遇 而且這是對你自己也好 對於我們的觀光 產業來講也好 你是Win-Win的東西 雙贏的東西你不去做 你要去做一個 就是說你要賭氣 然後你要造成那個結尾 又不是你個人承擔 你是讓全民來承擔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你期待說別的國家 能夠站在你的這個立場 不會啊 因為在整個的國際環境裡面 它是現實的 每一個國家 他都要爭取他自己最大的利益 所以像你看 教廷他已經講了 他說他是為了 他在這個中國大陸的 這些的這個教友 所以他有他的一個顧慮 你不能夠去把別人的顧慮 把它磨滅掉 然後就說不行 你應該要站在我的立場 它是不會發生 所以我們才特別的呼籲 我們的新內閣 就是最起碼 那個眼睛不爭大 沒有關係 但是不要閉起來 不要閉起來的話 你最起碼可以了解 整個國際的現實 接下來我們是不是跟 梵蒂岡可能真的 外交也是亮紅燈 那其實早在這個520之前 當時這個吳釗憲還沒有卸任 結果吳釗憲其實有被 立委王定宇問到 說最近傳出 是兩個邦交國有隱憂 那這兩個目前風險控管如何 然後王定宇甚至還問是 教廷的邦交如何 然後吳釗憲也有回答了 他的意思是說 教廷每次去跟中國 接觸洽談的時候 也會告訴我們 但是現在是不是有很多東西 我們根本是無從掌握的 而如今還要再說 臺犯邦儀身後 其實很多邦交國在斷交之前 我們也都是這樣說 邦儀身後不是嗎 這個等到真的有斷交國的時候 就會知道了 大家也不用緊張 總是會來的 不會再 雖然說蔡總統任內 十個國家斷交的紀錄 很難超越 真的很難 我們剩下十二國了 要超越的話 恐怕剩一國到兩國 這恐怕這個難度非常高 那所以當然短期內 我也不認為 因為你像這次來祝賀的狀況 國家元首親自 或是說總理親自出席的比例 其實舊邦交國來講 比例是高的 但是沒有國家元首親自來的 這幾個國家就要列為 所謂的警示圈 這個就要提高一些警覺 可能就會是外交部 首要觀察的幾個國家 比如說海地 比如說瓜地馬拉 還有就是梵蒂岡等等的 就是會有幾個國家 我們要密切關注 但說穿了 我們現在的 所謂的總統就職演說 他沒有 他不是講給邦交國聽的 他是講給非邦交的盟友聽的 美國 日本這些國家 可能賴清德更在乎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一件事情 在總統就職典禮上面 他有個大螢幕 他會告訴你說 現在流程進入到什麼 比如說唱國歌 下面會有英文 會有什麼其他的語言 今年第一次有日文在上面 當然可能因為這次來的 這個日本訪兵 好像說三十多人 就是說蠻大團的 可是這是第一次 在我國的總統府裡面 有日文的這個流程 是在上面 那這個就看出賴清德 對日本的重視 是 好 那他這個風格 在對我們的邦交國 跟非邦交國的這個 這個平衡之間 比如說他的舊子眼說 很多人都說 他到底有什麼底氣 可以這麼嗆 可是如果今天是老美 你看比如說布林肯 他發了一個 在還沒就職演說發表之前 先發了一個 慶賀他的就職的聲明 這是十五千里的 恭賀台灣總統 就是一個最高規格 國務卿的這個身份 來去發 好 那也許他就是覺得 這就是他的底氣 是 就是背後 他認為美國會挺他 他獲得美國肯定力挺 好 當然那個內容 演說的內容本身 是不是全部美國都願意背書 這是另外一回事 這個要長期觀察 但是賴清德 他在這個部分 他有恃無恐的時候 那當然這個時候 就是在測試 也許老美也希望 透過賴清德測試 中國大陸 在什麼程度上 你會採取什麼樣的激烈措施 在兩岸裡面 你敢做到什麼程度 也許再做一個這樣的測試 那這個壓力測試 對我們 當然對兩岸所謂主張和平派 是不樂見的 可是對於包括台派 包括這些所謂的賴清德 所謂務實台獨也好 或是說他們希望 那個所謂的台灣本土 這個什麼什麼主體性 能夠彰顯的這群人 他們會樂見 那美國現在看起來 也似乎不反對 好 那如果對岸的 所以我說接下來看的是 對岸拿什麼樣的菜 對岸的菜 斷出來 是 第一個 目前你看已經到第二天了 就是說禮拜一講完 到今天禮拜三了 那賴清德訴求的 善意的訴求 對岸已讀不回 那就表示 不會有善意 那個善意的堆疊已經 不是人家不覺得 你這個叫善意 對 就是說你那裡面 你一直在外 就是說在還沒有正式講之前 講說有一些這個善意的 會拋出去 大家解讀 我們都把那個善意的點找出來 可是對方沒有要回應 那這個就是一個叫做 某種程度 這個叫施頭求 對方不接 就是你投手投出去 爆頭了 所以對方沒有要接你這個求了 那所以我說接下來 有沒有辦法彌補 還是說對岸 因為你爆頭 不好意思 我會 我會攻佔下一個 本來我都在一壘 二壘 我會不會再往下一個壘包前進 這才是對岸 現在我們要觀察 就是說對岸的反應 更激烈的下面 重點是具體的措施 會到什麼程度 不管是外交帳 還是說什麼農產品 還是什麼路客更縮減等等的 有沒有更進一步的制裁措施 這才是我們後續要觀察 對的確 其實這一點 我等一下請教的是貴名委員 不過我先來請教一下 張將軍 那你看 我們在第一個 都會想到的是說 會不會有進一步的軍事行動 因為你看這個大陸方面的回應 很簡單 其實重要的是在昨天 我們頭條開講 有第一時間先講到 大陸外長王毅 他的重炮回擊 然後隨即今天 你就看到國台辦的講法 差不多就是這樣 大肆宣揚所謂主權獨立 兩岸互不隸屬 台灣著名自覺等分裂謬論 祈求外部勢力撐腰打氣 充當外部勢力 遏制中國發展的馬前卒 急先鋒 妄圖推動台灣問題國際化 這是徹頭徹尾的台獨自白 所以充分證明是台灣主流民意的背叛者 台海和平穩定的破壞者 然後環球時報的社評也說 這講話就是赤裸裸的台獨自白書 是駭台宣言賴視台獨必然自取滅亡 講得夠白了吧 所以下一步呢 我認為蔡政府這八年斷交了十個國家 那平均一年斷交一個 那我判 我按照這個 先歸納再來做森嚴的話 將來這個賴政府 大概四年會斷交四個 我們可以來看 那換交之後 目前十二個邦交國 大概剩下八個 那所謂在其他會跟我們復交 那如果沒辦法復交 剩下八個個位數了 那然後我們來看就是說 那每次在講的時候說 邦儀穩固 肩若磐齒 過一下下個就斷交了 這個換句話說 講到肩若磐齒 或邦儀穩固的時候 我就說 我就緊張了 因為它這個 現在這個用語 好像就是顛倒 以後這個名詞 不能在作文上隨便寫 這個肩若磐齒 因為肩若磐齒 結果是馬上崩掉 那以後這種全事學要重新改了 不能用這個了 那我們看范立剛 范立剛我認為蠻危險 為什麼 因為范立剛 你看他有沒有派 從來沒派大使 大使沒有 他派個公使 公使也沒有 公使派個總領事好不好 在台灣也沒有 那總領事完沒有了 那派個領事可不可以 也沒有領事 派個代辦 那這樣的話換句話說 這危險了 他幫你的連降五級 你從大使公使 總領事 領事到代辦 那換這個狀況 我們就知道 的確是蠻艱苦的 那問題是我們的外交戰略 要靈活 要積極 然後要很靈光 我們跟飛行員要很靈光 你不靈光 笨笨的 你實在夠小的要靈光 而且笨笨的 沒想到螞蟻 結果還跟大象一樣 那麼雌緩 那完蛋 大象雌緩 因為大象都脾氣龐大 戰力雄厚 那螞蟻或老鼠要靈光 靈光才能夠 才能夠發揮它的火力跟戰力 所以我們現在有靈光嗎 我們現在軍方有加強戒備嗎 或者是加強的展開什麼樣的行動嗎 有嗎 沒有靈光 它現在哪有靈光 我們現在完全沒有 沒有靈光 它只有拋光 所以我認為在這一方 我們要務實 我認為很多東西 外交跟國防 所以就是說領導人在那裡 講歸他講 可是事實上 我們其實該做的東西 都沒有在做 所以 是啊 所以現在其實情勢 現在就讓人感到 更加捏一把冷汗 我繼續請教一下貴敏委員 所以你看 像剛才我們所提到的 今天你用的官員 他是不是意識形態非常的鮮明嗎 你看文化部長 到立法院備詢 然後國民黨立委萬美林 提到說抖音在台灣活躍用戶 突破五百六十萬人了耶 成長了耶 之前百分之十七點四的佔比 現在已經提高到百分之二十六 已經超過四分之一的人 都是很習慣在看了 結果呢 這個部長坦承 我蠻討厭的 朋友傳來很反感 但又不能禁止 然後直接說這些影片有認知作戰的疑慮 那我坦白說 我現在就是今天 我連搭公車上班的時候 我右邊坐的 也不是他講的這個年輕人 其實是什麼 是中年婦女 然後在那邊看的是短影音 然後呢 斜前方我也看到 是在那裡一直滑 一直滑一直滑 然後就是在刷抖音 然後看到裡面也有很多是 外國的什麼 外國的這個可能是部落客 或者是他們的這個blogger 就直接在那邊用這個 這個抖音 在那邊一直刷 一直刷 那些都是我們常常 就是隨處可見的 結果現在我們的官員 講這一番話 那你說如果在這樣的意識形態 情況之下 那兩岸的路要怎麼走呢 我覺得抖音的部分 觀眾朋友可以很容易的想見 你看連拜登 因為大家知道美國今年大選嘛 拜登他也是一樣用這個抖音 雖然他在國會裡面講說 現在這個抖音 他要把他的母公司的部分 要剔除 否則的話 你可以看到周壽之的這個態度 還有他的這個堅持 我覺得他都被這個全球予以肯定 但我要講抖音之前 我要先回到這個比較高層的地方 為什麼這次五二零的這個演講 我覺得一個沒有這個 國際經驗的領導人 基本上面來講很糟糕 為什麼你看最起碼蔡英文 他有很多的這個國際談判的這個經驗 他知道國際的現實 是什麼樣的現實 所以當他在這個就職 這個這個演說 或者是他在繼任的時候 你看他的他的這個說詞 只有大大對岸 他就覺得說他不滿意 可是他基本上來講 他認為他是沒有把這個考卷 沒有把他答完而已 他也沒有說像這次的 這樣的一個狀態 可是這次的狀態 我們必須要這個很坦白的講 我覺得對我們來講 他最嚴重的問題 他喪失了一個釋出善意的機會 他把原本可以破冰的一個 你至於你破冰完之後 你要怎麼樣做 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可是最起碼你在兩個這個結冰的時候 你要把他解凍 你要把他原來的那個環境 要脫離原來的環境 無人的這個演講 其實基本上來講 不是只有兩岸 不是只有美國關注而已 他其實是全球 如果觀眾朋友很喜歡 像這個科技的領域的時候 你看到最近有很多的 這個展覽的時候 連企業界的人他都關注 為什麼他關注 因為他就是擔心 兩岸之間的關係 他的情勢有沒有舒緩的可能 原來我跟大家報告的就是 那為什麼我講說 沒有國際經驗的很糟 大家可以看到新內閣 基本上來講除了經濟部長之外 可以講說是敗選聯盟 就是你不管是在哪個位置上面 你不是專業的人 你反正能篩你就篩 他跟他的專業 一點關係都沒有 可是我們看到這個經濟部長 據我的瞭解 經濟部長 他的這個原來 他其實還沒有還沒有上任的時候 還沒有520的時候 他已經開始集結了很多的人 他想要做什麼事情 他其實要 他很擔心ECFA會被終止掉 中止是中 不是中間的中 是end 那個中指掉 他很擔心 所以他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即便他還沒有就任 他都已經去了解這個整個狀況 他期待最起碼他上任之後呢 是能夠跟對岸交流 ECFA的部分 不會被他終止 連這個 他的這個ECFA裡面的 這個策略性的這個條文 我知道什麼 但我覺得不是在這個時候講 但重要的地方是什麼 重要的地方就是說 這一步要跨出去 你總要溝通 對 你總要交流 那你的溝通交流 以你總統的這個職權的部分 你就是兩岸是你負責的 兩岸的關係 其實牽動了外交 兩岸不是單純的兩岸 他牽動了這個你的全球 所以基本上來講 你的兩岸 你的全球 還有你的這個國防 軍事的部分 當你用一個這麼樣的一個 你認為這個對岸的這個這個人口 他基本上來講他聽不懂你在講什麼 更何況你在講的內容 基本上我法律人在這裡講 你就是跟我們中華民國的憲法 不符合 你不是就任中華民國的 中華民國的這個總統嗎 你怎麼會講出 跟中華民國憲法不符合的 這個實際上面的內容 那你要合法 你才能夠你要尊敬自己 你才能夠讓別人尊敬你 你自己不尊敬你 你自己只要堅持保衛住 你的這個少數的 這個勝率的這個選民 他對整個國家來講 對整個人民來講 他是沒有任何的好處的 好 所以現在我們還要面對 一個新的國會 其實這個陽明 那以現在目前來說 你說民進黨還要繼續怎麼樣 我們反對什麼你們擴權 然後在那裡一直不斷的阻擋 昨天還在立法院外 青島東陸在那裡高呼著口號 那但是現在是立法院長韓國瑜 那他今天其實在 面對這個行政院長 卓榮泰的時候 有人就形容說 卓榮泰現在在地橄欖枝了嗎 那接下來的國會會怎麼樣 昨天 今天星期三了 接下來還有一場在禮拜五 你認為禮拜五這個衝突 有可能會更加的激烈嗎 其實這一次這個國會的 所謂改革法案在裡面闖關 那因為他的 他是叫做馬拉松市的 表決的案子 他總共有大概七十條要表決 那現在才表決過了二十多條 還有 要有的 有的號呢 對 還有四十多條 所以禮拜五都不一定能夠完成 二讀 還二讀都還沒辦法完成 更合狂論三讀 那禮拜五當然關鍵是在於說 藍綠要不要用前兩次 就是禮拜二跟上禮拜五的模式 就是繼續 比如說藍的互助主席臺 綠的在臺下這樣子 比如說舉手啦 抗爭啦等等的 那另外就是說場外的群眾的集結 會不會越來越大 越來越多 這些都會有某種程度上的影響 好 當然你可以說這個 這一次其實根本問題 不是國會改革啦 根本的問題叫做 我認為一個叫反中 一個叫反黃國昌 一個叫反韓國瑜 再加上反國民黨 就是把這些訴求 就是說這些綠營的支持者 他們急於在這一次 他們的二零二四的 總統選舉裡面成為少數 有一個悶 有一個愉悅 要透過這樣的群眾運動去發洩 把這幾個人當成戰犯 然後把他變成一個三合一敵人 共產黨 國民黨 民眾黨 那未來這個國家 在賴清德的兩國論的代理之下 順我者倉 逆我者亡 是往這個方向前進 這法案根本不是重要 根本不重要啦 對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異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異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 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異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 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 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異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 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